今天是我们待在黄河滩的第二十二天了 十月上旬出门露营 三天后想回家却发现因为疫情升温 鹿被封死了 大陆河南这几名露营客 开始了黄河滩上的野外求生 这是我们当时为了避风 还有就是取暖建造的一个地窝坑 花费了大家四天的时间 食物跟水都不够 他们说还好几个人都有户外经验 就靠别人田里摘的马铃薯一撑就是二十二天 直到听说郑州解封终于可以回家 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边终于回来的还有郑州富士康的员工 这都是暂时的 河南都是暂时的 你会一直干吗 那这边如果需要的话会一直坐下去 严密的动态清零大陆各地民众苦熬了三年 这到上个星期官方终于决定逐步放宽 结果河北石家庄民众没想到自己成为第一批幸运儿 有网友爆料说了石家庄疑似不在于公共场合查验核酸证明 隔天石家庄政府宣布真的要放宽管控 学生也可以回学校上课了 不了幸福来得太突然 很多民众反而不领情 学校家长群组里学生们不是手痛就是脚痛 反正就是要请假无法返校 药房里新冠药瓶也被抢购一空 就怕一开放疫情会爆发 DV新闻张志明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